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筋机遇,一个分享稿前知识点的财商成长频道。 之前我们的币圈系列收到了大家很多的好评鼓励和积极反馈。 不少朋友留言,希望我们能够再多分享一些元宇宙虚拟土地的内容。 今天我们就回应大家的呼声,一起聊一聊当下五大热门元宇宙虚拟土地项目。 Sandbox, Decentraline, Axie Infinity, B-Country,还有 Avogathe。 如果说尼尔·史蒂芬森的元宇宙只是给热爱科幻的幻想家们构造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 促成了元宇宙概念的真正普及,成为年度热词。 人人关注的下一个风口,是2021年10月,Facebook将公司名称改为Meta。 据扎克伯格表示,如今公司的业务已经从社交媒体扩展到了虚拟现实领域。 这次的改名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涵盖公司的业务,并且和其重大的品牌重塑计划相呼应。 虽然早在Facebook之前,很多互联网大厂就对元宇宙的概念有所涉猎, 但大家都是保持低调,默默地闷头钻研。 直到脸书第一个跳出来,大家才不得不赶紧表示,自家也早就对元宇宙有了自己的构想。 随着谷歌、微软、腾讯、英伟达等科技巨头接踵而至,元宇宙的概念也越来越清晰。 根据西班牙经济学家报网站于2021年11月6日的报道,元宇宙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预计到2024年,元宇宙相关产业市场价值可达约8000亿美元。 有关元宇宙的爆炸性新闻层出不穷,更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根据各类NFT和元宇宙项目的销售数据,在元宇宙概念带火的众多项目中, 最具袭击能力的竟然是元宇宙平台上的虚拟土地。 根据nanfangible.com的数据,2021年12月第一周就成交了超过3亿美元的NFT, 而这其中几乎四分之一都是和Sandbox还有Decentraland虚拟土地相关的交易。 在大家还没有从元宇宙眼花缭乱的各类项目中回过神来, 元宇宙虚拟土地项目早就吸引了大量的公司和个人买家的投资。 早在2021年6月,数字房地产NFT投资基金Republic Realm就以约91.3万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虚拟现实平台Decentraland上的一块虚拟土地, 并将其改造成了一个虚拟购物区。 这个价格已经能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购买一幢真实的房产。 11月,Decentraland中的又一块土地以约243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了Metaverse Group再破虚拟房产的交易记录。 同年12月,Sandbox又发表通告, 称Republic Realm以430万美元的成交价向其购买了一块虚拟土地, 记录打破了几周前元宇宙集团243万美元的虚拟土地成交记录。 这也是我们目前已知的元宇宙虚拟土地最高成交价格。 目前,元宇宙上的虚拟土地价格堪比世界一线城市的房价。 明星方面,21年11月23日,歌手林俊杰在推特上宣布, 自己买了Decentraland平台上的三块虚拟土地, 正式涉足元宇宙。 他购买这三块地皮,据估算花了大约12.3万美元。 美国饶舌歌手Snow Dog也在12月初入驻了Sandbox, 也大张旗鼓地做起了炒地皮的生意。 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进元宇宙虚拟土地项目, 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元宇宙土地项目产生各种各样的质疑。 在不少人看来,元宇宙虚拟土地项目不过是B圈割韭菜的另一种方式, 是下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 毕竟大鹅真金白银投进去, 获得的是一块存在于虚拟世界的虚拟资产。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看, 人们对元宇宙中虚拟土地的狂热, 也正是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对现实不动产投资的反应。 对理财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房产投资是我们在现实世界理财中既重要又基础的一环。 那既然我们说, 元宇宙是未来对现实世界的反应和衍生, 那么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开始为自己布局未来在元宇宙中的生活和发展购置土地, 就是购置未来发展的基建。 如果我们相信元宇宙会成为现实, 在元宇宙概念真实落地之前, 在自己的能力所集范围内购置土地, 就是抢占市场的先机。 这样看来, 人们争先恐后的入场虚拟土地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我们对虚拟土地项目有了一个宏观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目前呼声较高的五大热门元宇宙虚拟土地项目。 第一个热门项目, 自然是元宇宙虚拟土地项目中的王者, Sandbox。 Sandbox是目前最成功的元宇宙土地拥有者, 它拥有最高的虚拟土地交易数量和交易活跃度。 截止2022年2月底, 根据OpenSea上的统计, Sandbox已经累计了价值约16万以太币的交易金额, 价值超过4亿美金。 作为元宇宙虚拟土地项目中的佼佼者, Sandbox也是屡次刷新自己的最高交易记录。 其实, 早在2012年, Sandbox团队就发布了Sandbox iOS版本的游戏, 还在当年被苹果评为了年度最佳游戏, 而让Sandbox实现华丽转身的, 正是2018年团队启动了该项目的区块链版本, 成功地搭上了元宇宙的顺风车。 简单来讲, Sandbox就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它的核心机制是Play to Earth的沙河游戏。 游戏没有主线剧情, 没有最终的大结局, 玩法就是玩家在游戏中通过探索与建设 来扩展自己的游戏世界, 获得乐趣。 作为一款玩转游戏, 玩家可以通过创建游戏玩法和创建游戏中的模型, 然后吸引其他玩家来玩, 从而获得能够在区块链中流通和变现的资产。 不过既然要创造并发布游戏, 自然就需要在Sandbox上拥有土地, 在Sandbox中的每一个地块都是NFT, 具备独一无二性, 拥有所有权并且可以交易, 交易记录会被永远记录。 在Sandbox中一共有166464块土地, 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Sandbox中的一些常见名词。 首先是土地,就是Land, 每个像素就是最小单位的Land, 其次就是S Day,房产, 多个土地组成一处房产, 游戏中一共分为四类大小的房产, 分别为3乘3,6乘6,12乘12和24乘24, 把9个Land并在一起, 就成为了一个3乘3的房产, 然后是asset,资产。 所有在Sandbox中能被货币化和交易的东西都可以叫资产, 包括玩家创建的装饰物,建筑,装备等等。 GEM是宝石, Sandbox里的宝石分为五种属性, 每配置一个宝石, 就可以为玩家的资产增加25个属性点, 属性点越高, 资产等级也就越高。 最后是Catalyst, 催化, 催化共分为四种级别, 每个资产都将被定义到某一个级别, 级别越高的资产具备更强的稀缺性。 这166,464块土地, 其中123,840块土地, 将通过四次预售加一次公开售卖售出, 其余42,624块土地为预留土地, 不参加售卖。 预售期间是有折扣的, 第一次预售折扣为40%, 之后依次递减10%。 在2019年12月, Sandbox开启了第一轮土地预售, 这次共有3,096块土地, 在四小时内售空, 当时的售价仅仅是48美元。 三个月后, 第二轮预售于2020年2月11日开始, 此次预售5天售出全部土地6,192块, 其中90%的土地, 都是在第一个小时内卖出的。 2021年7月, 第三波土地售卖结束, 这次不到一分钟, 400块土地就一售而空。 拥有了土地或者房产, 玩家就可在上面开展业务, 比如建立游戏生态, 举办活动, 也可以把房产打造成艺术馆, 或者其他类型的社交中心, 之后就可以通过使用房产的不同功能, 来赚取门票或者租金。 2021年, 香港房地产巨头, 新世界发展集团CEO, 郑志刚, 购入了Sandbox中最大的数字地块之一, 用来打造创新中心。 除了郑志刚的集团, 现在在Sandbox的地图中, 我们还能够看到许多耳熟能详的大型品牌, 比如币安, 阿迪达斯, XE Infinity, Dilda Time等等。 美国饶舌天王Snoop Dog, 一直对NFT以及元宇宙有极大的兴趣。 他入住了Sandbox后, 在12月2日启动了Snoop Wars土地销售, 出售自己虚拟房地产附近的土地, 就有人支付了45万美元, 买下了其中一块土地, 成为了Snoop Dog的邻居。 这正如我们的现实世界, 不同地段的地价会有所不同。 在名人或者名牌所拥有的土地周围, 这些地段的价格也会随着名人效应而水涨船高。 到如今, Sandbox中的土地价格已经上涨了10倍。 随着元宇宙的热度越演越热, Sandbox每天都会售出300个左右的土地NFT。 第二个热门项目, Decentraland, 紧随Sandbox的元宇宙虚拟土地项目是Decentraland。 在Decentraland里, 土地的价值已经高达数百万美元。 Decentraland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世界和社区, 在以太坊区块链系统上运行。 最初, Decentraland只是一个像素化的网络, 为买家提供数字空间发展到今天, Decentraland已经成为了一个强大的3D世界。 玩家可以在其中创建可定制的头像畅游其中, 收集可穿戴设备, 购买土地进行社交活动。 比如加入俱乐部或者是参加虚拟音乐节, 和大多数在线游戏不同, 这款游戏的玩家可以直接掌控在线世界的规则。 玩家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拥有地块, 艺术品和NFT, 成员们还能够加入平台的DAO。 在Decentraland上, 可用土地有90601块, 它们的大小是16x16。 用户通过基于区块链的分类账声明虚拟土地的所有权, 该分类账包括编码土地, 每一块土地都有一组独特的迪卡尔坐标标记。 内容的范围可以从某种类型的静态3D场景, 到一些交互系统, 如区块链游戏。 除了出售它们创造的各种物品外, 用户还可以将它们的地块出租给其他玩家。 土地的地块在分组时被称为庄园, 用户可以将它们分组, 以便于管理和开发。 由于用户可以关联两个以上相邻的地块, 许多投资者选择拥有多个相邻的土地, 利于日后合并自己拥有的地块。 第三个元宇宙虚拟土地热门项目, Xie Infinity, Xie Infinity作为一个数字宠物世界, 一切围绕着一个神话般的王国Lunasia展开, 这是一个奇幻的元宇宙世界。 在Lunasia大陆上的土地, 作为一种代币化的NFT资产, 它的代币称号为Terra, 总量为90601块, 玩家可以购买土地, 也可以通过出租和开发这些土地来获取进一步收益。 作为这些土地的地主, 玩家可以升级和定制它们的领地, 从而容纳商店, 生产资源, 召唤信标, 安置NPC等。 整个Lunasia大陆是一个301x301的网络, 其中的每一个方格代表的就是一块标记的土地。 Lunasia当中的土地, 作为资产, 和在现实社会中一样, 不同区域的土地, 价值也有所不同。 在这个301x301的网络中, 基本上越靠近中心地区, 价格就越贵。 根据这一点, 目前Lunasia大陆的土地从边缘到中心, 分为了五个等级, 分别是Savanna, Forest, Arctique, Mistique, Genesis, 每种土地的数量不同, 因此稀有程度也是有所差别。 比如说, Savanna的总供给为220,042块, Forest的总供给数量和Savanna差不多, 有220,025块, Arctique的数量就少了很多, 有16,537块, Mistique更少, 只有8,264块。 除了这四种土地类型, Genesis和Lunas Landing属于特殊类型, Genesis总供给只有220块, Lunas Landing, 也就是Lunasia大陆的市中心, 有3,501块, Lunasia大陆上每一块土地, 均有一枚NFT代表, 这些土地节点上随机散布着各类资源, 装备和升级道具, 可用于对土地和宠物XS本身升级, 升级后, 土地和宠物将在市场上获得更好的价格, Lunasia大陆上的土地可用来居住, 比如游戏中的XS就住在这里, 玩家还可以让XS去采集一些物品, 然后有机会跟别的玩家做交互, 例如一起打怪或者交易, 作为土地的所有者, 拥有采集自有区域的优先采集权, 如果超过了24小时, 玩家还没有收集自己的土地区域上的资源, 这时土地上的资源将对持有人之外的其他玩家开放, 这时土地持有者可获得一定比例的分成, 享受地主待遇, 此外, 玩家还可以把不同的物品放进自己的土地, 搭建自己喜欢的建筑, 目前这些物品也分有四个等级, 除了以上, 在游戏中有一种叫做Chimera的怪物, 它们会一直攻击Lunacea大陆, 玩家需要单独或组队合力, 和Chimera实时对战, 打败Chimera, 玩家就可以获得各种有用的资源, 物品和升级道具, 这些战利品可以用来升级游戏中的宠物和土地, 因此拥有一块新的土地, 可增加Chimera出现的几率, 这意味着增加了获取资源的几率, 在Lunacea的土地上, 还有随机散播了AXS代币, 土地的所有者可通过探索该区域采集AXS代币, 或者通过探索地图上的资源节点, 采集AXS代币和其他可能的资源, 截至2021年年底, Xie Infinity上的土地最高成交价记录高达248万美元, 第四个元宇宙虚拟土地项目, BitCountry 小元世界 BitCountry 小元世界是波卡生态上首个元宇宙项目, 开始你自己的比特国家, 小元世界的目标是成为一扇打开元宇宙世界的众生之门, 在Animal Car Brand和WWV的领头下, BitCountry得到了400万美金的种子轮融资, 它们的社交媒体网络已经触及到了全球2亿用户。 紧随元宇宙概念2019年, 小元世界计划打造一个全新的Web 3.0社交平台, 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可以由社区自治的社交, 成为一个任何人都可以交易的市场, 实现一个能与任何真实资产挂钩的NFT协议。 为了实现这个理念, 让更多的人在元宇宙的世界里开启自己的第二人生, BitCountry还与全球知名在线课程设计公司Industry Connect设计了一款为期六周的课程, BitCountry Academy, 让所有人都可以从0到1地学习如何在BitCountry中生活。 小元世界拥有自己的宇宙环境, 货币机制, 经济系统和治理系统。 在小元世界里, 玩家可以自定义自己的身份、外貌、生活方式,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购买土地、街区、发行自己的通证, 建立自己的比特国家。 当然玩家还可以自由加入其他国家, 玩家的居民身份并不唯一, 也就是说玩家可以成为多个国家的居民。 当成为了小元世界的居民, 玩家就可以在其中购买土地、创造内容、建设社区。 当居民持有某国的通证, 就意味着具有了治理权, 可以提出提案或者对提案进行投票, 比如土地供应量提案。 通过对社区做出贡献, 居民就可以获得收益,实现完赚。 地块,block, 是小元世界中最重要的虚拟资产之一。 类似我们刚刚提到Sandbox中的一个像素块, 地块也是小元世界中重要的内容容器, 每一个地块支持自定义可交易和不可交易的部分。 在地块上可以放置NFT或者资产。 Bit.Country中的地图叫做Continuum, 永续体。 每个国家都可以参加永续体上的土地拍卖。 新地块的产生数量, 也与永续体上的国家数量成正比。 第五个热门项目, Avogacchi。 在众多炼游戏中, Avogacchi简直是一股清流, 它是少有的具有故事性和较高可玩性的炼游。 故事背景是DeFi世界被清算的农民, 灵魂转世来到了Gacheworth, 成为了Avogacchi。 随后清算者发现, 并进入Gacheworth, 将Gacheworth的资源洗洁一空, 侥幸存活的小部分Avogacchi, 也就是小鬼十足, 用他们最后的精神力建立了堡垒来保护小鬼们。 于2020年9月上线, Avogacchi作为一个支持DeFi的加密货币收藏品游戏, 它允许玩家利用产生利息的代币来抵押生成NFT宠物, 并且和Avogacchi元宇宙Gacheworth互动。 在Avogacchi里, 玩家可以通过提高和小鬼的亲密度, 让小鬼更卖力地为自己采集资源。 除了这种类似于电子机, Avogacchi的互动玩法, Avogacchi的一些玩法还类似于奇迹暖暖, 即玩家可以通过购买装饰品来装扮自己的小鬼, 提高稀有度分数, 使它更具有收藏价值。 作为去中心化金融和NFT的独特组合, 除了独特的鬼们极具收藏属性之外, Avogacchi作为一个融合了元宇宙和玩传属性的游戏, 在Avogacchi Realm当中, 小鬼的持有者可以在元宇宙中建造、 对战、社交、交易等。 这就说到了土地, 土地是Avogacchi的玩传机制当中最基础的一层。 在Gachiverse中的土地有三种类型, 堡垒、网格和荒芜之地, 其中在网格中的地块是可以建造城堡和塔楼的。 土地的尺寸也分为三种, 一般尺寸、良好尺寸和宽敞尺寸。 每种尺寸都能提供数量不一的炼金币和建筑空间, 玩家可以在土地上耕种四种ERC20代币, 所有土地内也都有数量有限的炼金币。 Avogacchi的地块的上限为42069, 将在几年内分配。 初始阶段的155069个土地会在两年内进行解锁分配。 这些解锁的土地就构成了堡垒和网格, 剩余的土地目前隐藏在荒芜之地。 当游戏达到某个特定的里程碑时, 这些土地将被解锁, 为游戏带来新的体验。 Avogacchi的土地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分配。 方式一,激励型GBM拍卖, 80%的土地会以这样的方式去分配。 拍卖时, 参与者可以在Gachiverse世界地图上选择并竞标特定的土地。 如果竞标者出价被超越了, 他们的出价将被退还, 同时还将获得一定数量的Avogacchi原生代币, 作为出价激励奖励。 方式二,抽奖, 占比剩余的20%, 参与者将通过特殊的抽奖券来参与入场。 获得抽奖券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通过持有被召唤的Avogacchi, 参与任务, 通过转换France点数或其他抽奖券, 每张抽奖券的兑换率为1万France点数。 2021年11月2日, Avogacchi元宇宙游戏Gachiverse完成首轮土地拍卖, 竞价总额为4060万枚GHST, 价值约1亿美元, 同时约109万枚GHST被分配给了参与土地拍卖的用户。 同年12月2日, Gachiverse完成了第二轮土地售卖, 这一次的拍卖是和Discard一起推出, 有上千人参与, 最终交易金额超过4000万美元, 其中超过110万美元, 作为了用户参加土地拍卖的奖金。 和我们在现实世界的土地资产相比, 虽然虚拟土地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它们能够为所有者带来真金白银的高额收益, 使它们备受追捧, 价格居高不下, 投资者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率的例子屡见不鲜, 比如在Sandbox中, 名为Land9840号的土地, 初始价格为99.9美元, 而当前价格则高达6.8万美元, 在三次转售过程中, 价格翻了近700倍, Decentraland中名为EST1965号的土地, 初始价为9.8万美元, 当前价格达75.8万美元, 在两次转售中翻了超6.7倍, 正如CabinVC联合创始人孟小婉所说, 如今的Web 2.0进入一个发展瓶颈, 大量的资金寻求新概念, 新商业, 新产品的投资出口, 而元宇宙包含了区块链, 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 5G, 隐私保护等等热门技术, 伴随着各互联网大厂, 传统资本, 普通大众对元宇宙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越来越多的机构, 投资者和个人涌入元宇宙领域, 大家对土地的需求, 会继续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 推高元宇宙土地的价格。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我们的节目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 别忘了点赞, 还有关注我们的节目, 敲下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节目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